原定今年舉行的東京奧運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延期至下年7月舉行 但延期一年是否夠呢? 東京奧組委主席森喜朗說 如果疫情明年還未受控 就要取消東京奧運不可能再延期 他形容以往只是在戰時才取消奧運 現在是要與無形的敵人作戰 日本目前有超過14000人確診 超過400人死亡 商戶營運都受打擊 首相安倍晉三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 表明有意加強商戶的租金支援 而立憲民主黨等五個在野黨 已向眾議院共同提交支援商戶租金負擔的法案 東網記者隨其輝報導 快點下載東網APP 一邊看新聞 一邊賺到更多OM.CCCOINS 盟取豐富獎賞